票率的預測 這大概就從今年五月初到 開始到2011年10月31日 大家看這檔 這檔當然是都來來去去去瀑布 當時有一段時間是分開 但是到馬英九提出和平協議後 國民黨的支持度都要落下來 民進黨的基礎都要蓋上去 到這個部分 都要變成兩個平行 兩個重疊 到這點就是十月二五 這個時間大家記起來 這個就是小鷹鋒滿運動發生的時候 國民黨的投票率都算落下來的腳 民進黨的就結束了 這個就是這點 那初那種是國民黨藍色的 藍色的是國民黨 綠色的是國民黨 綠色的是民進黨 那就是死亡交叉 差不多是三隻小豬運動發生那天 所以我覺得在這段時間中 這是兩個因素 這個就是台灣的租款 跟和平是有關係 不要勉強跟我們說 要和平是大家台灣人會怕 現在跟我們說共同 現在沒什麼都沒有 這對媽的研究 在顧我們台灣主管這個骨心 當然很恐慌 欸這真的選媽的研究 在外面台灣真的不可以 外面不知道有機會 人家選中後 嘿 搞不好 他們現在沒有你看到我 他們也是外來試驗家所 要起來關心一下 是 因為以前有關心背了 這個原來試驗家所 一般來說都是網友 這都是一般是核心 或者是工作白零 有時間比較有些 在網路活動的一些朋友 三隻小豬運動 這個是黃金交叉的起點 國民黨黨人家 民進黨黨人家又繼續 還維持這個氣勢 不過為了試驗家所 也是要轉嫌 是啊 所以就 所以 參作期貨 或是證券 或是大眾物資 不做政治的 最近不知道 當時要關閉 我是不是 過期 沒有被關閉 所以我會覺得 三隻小豬運動 其實代表台灣人 認為台灣應該要改變 不要叫做得不好 要改變 是 同意 南方說過他只相信兩家 一家是 遠見 遠見 已經關掉了 另外一家是什麼 未來世間交易所 遠見講的是什麼 蔡英文贏 綠的基本上比較大 未來世間交易所 現在是怎樣 黃金交叉 可是宏義 我今天看T台 看中時的 看其他家什麼 一定是 對不對 宏義我只在問說 那現在關遠見有意義嗎 現在中時T台做的 跟遠見有差很多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當時關掉遠見 以為就可以不會有 這種什麼逼近 交叉的民調 宏義我不相信 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一個政權 像你講這麼有利 三隻小豬就把他打敗 我不是說三豬小豬很厲害 一定是你這個政權 你馬英九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只剩三年以後 選舉會選成這個樣子 是啊 其實我頭髮要給大家